中国这一次大规模军演 但是小琉球的游客是不受影响 照常出门玩 就连国小校长就职典礼也是照常举办 详细情形要交给记者 林婉营带我们掌握 好 主播中共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军演 今天是来到第二天 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距离军演地点最接近 只有9.5公里处的小琉球 不过其实可以看到呢 东流县这里一大早是挤满了游客 大家也都是出游兴致不受影响 可以看到呢 东港往小琉球的船班 几乎都是斑斑载满了游客 而稍早前呢 也有琉球国小的人员 是举着牌制在下船处这边来迎接贵宾 让我们来替下稍早访问 他是出任校长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的要来帮他庆祝 那校长有表示这是心情怎么样吗 既兴奋又紧张 又紧张 好 可以听到呢 虽然这次的军演呢 但整个就职典礼还是不受影响 虽然带点紧张的气氛呢 但其实整个都还是正常的来举办 让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这次军演影响层面比较广的 是在经济方面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渔船 因为渔船呢 其实大多的船东也都是不敢冒险 纷纷是把船停扣在岸边 只有少数呢 今天一早的时候 是有到附近的海域来捕捞 而其实呢 附近的店家呢 也都是相当的忧心 是担心说这次的军演 会让他们的生意受到影响 不过呢 其实可以看到呢 一大早开始 游客也都是陆续来到了小琉球岛上 因此呢 游客是出游性质 也都还是没有减少的 像交通方面呢 在东流线啊 还有海上游气 其实也都是一切正常 而我们也都会持续在小琉球这里 为您掌握最新情况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 交还给朋友们主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